22岁保安当家殴打 70岁队越反击战老兵致其死亡 法院怒判死刑 2020年10月27日清晨 广西一名曾经参加过 队越自卫反击战的70岁老兵 正在外面陈列 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此时的他 并没有察觉危险 正慢慢向自己靠近 22岁正值青壮年 力气都比较大 这位年轻的保安身上带有9位 那位年轻人一拳拳打在老人身上 老人想要站起反抗 但这个男人不允许 拳头接二连三落在老人身上 老人没有办法 所以就向周边求助 但大家基本都选择观望 根本没有人出手 直到老人被殴打4分钟以上 秦广水每一拳都打在李少武 后脑及脖子等要害部位 在秦广水施暴期间 李少武多次想要站起来反抗 但都被秦广水击倒在地 老人最终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但即便如此 秦广水依旧没停下 他死死地勒住老人脖子 长达30秒 有人注意到老人好像快不行了 于是就打电话报了警 接到报警电话的第一瞬间 公安部门就立即出警 赶到现场控制了罪犯 老人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就开始抢救老人 但老人在ICU里 持续了待了几个月后 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事 医院认定 老人是由于颅脑损伤 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病症 从而导致的死亡 于是老兵家属便把犯罪嫌疑人 秦广水告到了法院 当时这件事已经在网上发酵 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 此案发生时间是在12月2日 玉林市中级法院对他进行审判 他们已故意杀人罪 追究被告人秦广水的刑事责任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 因为法院认为 秦广水是一个成年人 虽然他喝酒了 但他对自己的行为肯定有认知 就算是喝醉了 他的脑子也不可能是完全崩圈的 且被告人的行为恶劣 对社会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决定判处秦某死刑 对于这个结果 广大群众都纷纷表示大快人心 对处理结果很是满意 但秦广水却表示不服 当时事情发生 这个凶手不但没有悔改 还用自己喝醉酒为由开脱 他说 对于殴打老兵的事我承认 但故意杀人这个罪名 我不承认 我要进行上诉 他认为自己没有预谋 并不知道能把老大爷直接给打死 更何况这个老人年纪大了 本身就有其他毛病 还有癌症 当天他喝了一点酒 所以脑袋昏昏的 根本就无法控制 我自己的行为 面对法官和大家的指责 罪犯却说不丢人 显然 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狡辩 但不管他怎么说 都难以让人信服 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死刑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街上 殴打这位退伍军人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那天秦某在路上游荡 第二天一早 他在巷子里就碰见了 在此经过的70岁退伍老兵 李少武一看就知道 这小伙子喝醉了 走路不紧飘 浑身还散发着酒气 但李少武没有多想 就当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但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静止就朝自己走过来了 说是想借用一下他的手机 李少武看小伙子醉成这样 于是就说 我没有手机 于是变策身想要离开 谁也没想到 秦某竟然如此小肚鸡肠 等李大爷走了之后 他一直尾随其后 伺机而动 他拦住李少武继续纠缠 非要李少武 拿出手机来给他用 见李少武坚持说 自己没带手机 于是就把李大爷摔倒在地 用手脚猛砸猛踢李大爷 大爷本就年纪大了 再加上还在战场上受过伤 所以根本就没法反抗 他屡次想站起来 无奈秦某力气太大 死死地压着他 附近有个早餐店 秦某打了会 就起身到附近餐馆就餐 很多吃饭的人都被吓跑了 秦某吃过饭后 看李大爷还在附近 又上去用脚踩他的脸部 用拳头砸他的面部 掐着他的脖子 大概有三十多秒 当警察赶来时 小伙子还一下一下地 踢着老人 民警立即上前 控制住这个罪汉 随后把老人送上了救护车 后面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了 被打的老人名叫李少武 曾参加过队越自卫反击战 担任一团主攻连连长 担任主攻连连长的李少武 可以说是陆军兵王 要知道 参加队越自卫反击战时 越南战具地形优势 对我军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作为主攻连连长 李少武责任重大 所以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 他领了上级命令 率领连队 向敌人战具的高地 屡次冲锋 李少武身先士卒 指挥战士对高地进行反击 在李少武的带动下 一团十九连战士们的士气 被调动起来了 最后我军成功取得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李少武这次作战中 因为做出突出贡献 被部队授予三等攻一次 但也因此自受了严重的伤 1983年 李少武养好伤回到广西 被安排在武装部工作 三年后 李少武自决定复原转业 1986年 李少武拿着介绍信 到工商管理局工作 一直干到了退休 在这期间 李少武一直保持自己陈练的好习惯 退休后也不例外 退休后 本该是该享福的时候 却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老兵没能战死在战场 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这究竟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2021年3月8日 下午6点27分 老英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身边的同事 朋友 很多都知道他当过兵 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上过战场 老爷子每天都雷打不动地 出门沉练 所以老爷子 虽然已经70岁了 但身子古一就硬朗 就是这样一位 身体硬朗的老人 却在和平年代 被人当街殴打 罪恶的简直是令人发指 警察赶到现场时 秦广水都没有停下来 殴打李少武 随后秦广水被警察带走 李少武被送进医院抢救 在审问过程中 民警了解到 秦广水是附近某小区的保安 事发前和朋友们通宵喝酒时 不小心弄丢了手机 于是想借用李少武手机 但李少武不理不睬 让他心生不快 随后便产生了报复的想法 而这位秦某 并不是第一次入狱 2017年7月25日 他因故意伤害被捕入狱 当时才刚醒满 释放没多久 当时老人的儿子 正在单位上班 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通过电话他才得知父亲 无故被打入院的消息 看到病床上陷入深度昏迷的父亲 他眼泪止不住地流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前往事发地点查看监控录像 街道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下了 李少武老人被殴打的全过程 李小新就这样看着父亲被擒广水 一拳一拳地打着 一脚一脚地踢着 心好像在被什么东西撕扯 愤怒已经不足以形容李小新的心情 他紧握着双拳 紧盯着监控器里的擒广水 青筋突出 双眼通红 这样的场面对他来说无疑是残忍的 当他看见自己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殴打 他真的很生气 无缘无故这样对一个老人 简直禽兽不如 更何况李少武老人 是保卫我们国家的英雄 是我们每个人尊敬的对象 这样的英雄遭到人渣的枪害 实在令人心痛 据我所知 我国2018年就开始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对侮辱英雄烈士的行为 绝不姑息 李少武被送到医院后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勤广水地肆意殴打 造成李少武炉内出血 鼻鼓骨折 等多处伤残 李少武的妻子 每天都陪在医院里 盼望着能有奇迹发生 只要老伴儿能够醒过来 哪怕以后只能躺在床上 他也愿意一直伺候在身边 李少武因炉内损伤 导致肺部感染 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这过程中 医院下达了李少武的检查证明 脑挫伤 颅内出血 鼻鼓 骨折等 李少武自从住进ICU里 一直都处在深度昏迷中 2021年3月8日下午 老人因身体多处器官衰竭 抢救无效后死亡 至此 李少武老人逝世 临终前也没能 清醒地见家人最后一面 法庭上 秦广水还是图鬼变 他认为自己确实是犯了罪 但当时喝了酒 意识不清醒 下手时无法控制 不小心导致了他的死亡 自己犯的是故意伤害罪 并非故意杀人罪 然而面对确凿的证据 秦广水再也无法反驳 无论是从监控录像 还是群众证词 以及医院提供的证明来看 秦广水犯的就是 故意杀人罪 最后秦广水被判处死刑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老人去世 行凶者死刑 真是让人拍手称快 无论是质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教师 还是公然T918事件侵略者洗白 以及网红博主侮辱烈士等 都不应该被姑息 战争活下来已是不易 怎么能让我们这些老英雄 流血又流泪呢 如果大家身边也发生这样的事 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个关注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